各位大家好 2月24號是福士芝先生過世紀念日 今年特別談這個福士芝先生的一篇文章 就是說他在1959年 歸他1962年的時候就過世了 1959年他寫一篇叫做 《繼美國醫學教義以大學教義的改造者福勒斯納先生》 這個是很特別的 那為什麼要介紹這篇文章呢 這個是我想是福先生晚年的一個信念 那也是成績著 去年的這個紀念日 我介紹他的流血日記中有很多的這個保障 有相當多的保障 這個台灣對這個福先生的研究還是放心為安 昨天的時候 陳耀昌醫師啊 他要寫這個福先生的父親胡鐵花 1994年的傳記 傳記小說 歷史小說 那他在前幾年的時候 也到過 福士芝先生的顧忌器 那福先生 福士芝先生跟 他父親胡鐵花 在兩三歲的時候是在台灣相繼的 那後來因為大興地狗跟日本的戰爭的關係 先把這個胡太太跟胡士先送回去這個老家 餐廳講堂有錢 陳耀昌先生來談這個台灣的三足跡 我們以後也許有機會請教一下這個 這個醫學教育 這個 陳耀昌醫師的醫學教育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胡先生的這篇文章 我用唸的 這個題目是 繼美國醫學教育 大學教育的改造者 福樂施納先生 胡士雪儀1959年11月9號 那登發表在 自由中國第21件第10期 美國醫學教育的改造 最有大力的兩個人 一位是 Hopkins大學的第一任的醫學院長 威爾奇 他是這個1850年到1934年 由John Hopkins大學醫學院 這個是我想這個醫學院他們很有名 那另外一位就是 福樂施納先生 那威爾奇就是這個 威爾奇 威爾奇 是創立的第一個以醫學研究為 中心的謀幻醫學院 以複色醫院 那就是 Hopkins大學的醫學院 那這個 威爾斯納先生 就是 威爾斯納先生 那大貢獻是在 50年前 也就是在1900年的時候 他調查了 北美洲 就是 美國跟加拿大 美國跟加拿大 155間的這個醫學院 揭穿了其中的 132 所 他調查150所醫學院 其中的132所 是可使的不及格 他並且 除了大力 去扶植 一些 最好的醫學院 使他們成為世界 第一流的醫學研究中心 這一位非常偉大的 教義改造者 是值得 追念的 值得 崇拜 讚嘆的 普勒斯納先生 1866年 11月13日 死在 1959年的9月21日 到此短文出版時 他剛滿93歲 他死時 我正在美國 我讀了紐約 幾家大報紙 報導他的生平刺激 贊送他的社論 我現在用我剪的報紙 加上一點參考資料 寫這邊紀念短文 他的父母親 是澳國的猶太人 或者是 德國 猶太人 他說澳國 遷移到美國 他父母親是個帽子商人 生了七個兒子 兩個女兒 他家的七個兄弟中 有兩位 是大有名的 哥哥 Simon 弗勒斯納 是病理學的大家 曾主持 洛科 醫學研究中心 多年 在南茂雲的治療上 曾有大貢獻 他死在 13年前 就是1946年 享年83歲 這個亞伯拉 菲斯納 從小就很聰明 很用功 他的大哥 那個 傑克 幫他的忙 屬他能夠進 當時最有盛名的 霍斯坦 霍斯坦 這個 大學 他在兩年里 就習完了 四年的 本科功課 在1886年 得到了文協協位 他回到了 Louis Mayer的 一個宗協去教書 但他那時候 已經有他 自己對 對於教育的新見解了 所以他變 自己創辦了 新的宗協 就叫做 弗勒斯納先生的協校 這個協校裡面 採用 最新 最低限度的管理 鼓勵學生 自己做協問 自己管理自己 這個新宗協很成功 喔 弗勵斯納辦了 14年的宗協 累積了一點錢 他才到哈佛大協研究驗氣 得了壽司協位 又到德國的幾個大協去考察研究 1908年 他在 德國的海德堡 大協 寫了一本書 就是美國的 大協 The American College 炒味美國的大協 指出美國大協制度的起多缺點 這本書引起了 1908年之多 但最初主持人 Henry S. Pritchett 很想在其他的地方促進大協改革 所以他看中了這位大膽批評美國大協的 胡勒斯納先生 特別提出一筆款式 請Pritchett 調查美國和加拿大 現有的一切醫學院的內容 給卡內基基記會 一個報告 1908年 出版刊錄 就是專刊的第四號 出版了 這是震動 北美洲 醫學界和教育界的 Pritchett調查 北美洲醫學 的詳細報告 他指 155所 邪教之中 只有50個是 大協的醫學院 其中只有哈佛大協 Hofkin大協 規定 先有大協本科協士的協位 才可以考慮醫學院 只有 康埃大協的 這個 醫學院規定 稀有大協 異業三年的資格 另外20個醫學院 只需要大協異業兩年的資格 就可以報告了 其餘的132所醫學院 只需要中協畢業就可以入學了 甚至於有的年中協畢業的資格 也是可以變通的 Frasna主持 只有那少數的進步的醫學院 是有研究實驗室的教學的 絕大多數的醫學院 完全沒有實驗室的教學 他很老實的主持 絕大多數的醫學院 醫學學校 只是不負責任的 文品販賣店 知道了其中沒有學士 沒有信念的醫生 使得各 城市鄉鎮的醫生太多了 可是 能夠診斷 療治的專家 卻太少了 他一一的主持 某些醫學校 真是可恥的 可修的 有一個 醫學校 實際上並不存在 他一樣可以 花文憑 當時 詩加哥一處 就有十五所醫學校 弗洛斯納先生的報告說 詩加哥成了 全國 散佈溫力的中心 這個專刊第四號公佈之後 真是震動了 整個 北美洲的教育界 同時引起了一個有力的醫學教育徹底的改革大運動 各州的醫師開業 政治委員會 首先提高的審查的標準 用佛洛斯納的報告審查 醫師資格的參考資料 不敢隨便 發給證明書的 今年佛洛斯納先生 氣勢的消息 發表之後 有一位醫學界的朋友對我說 1910年 美國的 155所醫學校 佛洛斯納的報告 出來之後 幾年之中 只剩下50個 醫學院 100多個所謂的醫學校都關門了 但佛洛斯納先生很知道 班友破壞的批評是不夠的 最要緊的是 補職 輔助那些少是可以 做模範的 現代化的醫學院 屬他們能夠繼續發揚光大 成為第一流的事亂學校 問題的中心是 籌劃一筆巨大的款式 專做為改革醫學教育的費用 美國16大網 若光美樂 創設了一個 普通教育 基金委員會 General Education Board 是 專為了提高教育的 1918年 這個基金會 請佛洛斯納 做治理秘書長 不久他就做到了 秘書長 專負責 醫學的 改革的責任 佛洛斯納先生 聰穩的倚靠 石油大網 父子的慈善 熱心和 極大財力 在 1918年到1928年 這10年當中 這個 勸 洛克菲勒父子 兼輸了 5000萬美金 作為改進提高 前後最有成績的 幾個醫學院的經費 除了石油大網 一家的5000萬事外 他還直接或漸漸的 漸動了別的一些慈善家 使他們先後兼施 5萬萬就是5億元 來提高前後的 醫學校 這5億5000萬的美金 在幾十年之中 完成了別美中 醫學教育和醫學研究 的改進 提高的事件 造成了幾十個 第1流的醫學院 1928年 佛洛斯納先生 62歲 在退休之後 他還活了30年 還做了不少事情 他自己最得意的 一切晚年的大成就 就是在 普洛斯頓 創辦了 更高 學術 研究院 就是Evise 他是中生研究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 他對於美國的 多數大學的 教育方式 常常感到不滿意 他長抵得 德國校義和英國 劉金劍橋兩所大學的 小學院 自由 講學的精神 是值得 吸收採用的 1928年 他退休之後 到劉金大學去講學 他寫了一本書 提中 美國的英國的 德國的大學 Universities 沒有多少 美國英文 英文 1930年出版 他發表了 對於大學的見解 他說 在一個大學裡 寫者和專門科學家 應該 發言 要做到四個目標 一是 知識以思想的保存 二是 知識以思想的 解釋和發揮 三是 尋求真理 四是 信念青年 學子 學人 將來 寄起的 工作者 他理想的大學 是 一個小小的研究中心 沒有課程表 沒有上課時間 只有一些 有天才 又有學問的 第一有學人 在那兒獨立思想 自由研究 自由辯論 把他們的前後精神 用在 純粹學術的思考上 這個時候 紐A的 這個 Messi 百貨公司的 兩位大肯東 就是 Louis Ben Verger 和他的妹妹 富爾德太太 他們願意 監出800萬美金 來給 弗洛斯納先生 示範他夢想的 小小的 自由 講協的研究中心 這就是 普林斯頓的 更高 學術研究院的 開辦 的金會 這個研究院 今日 是所謂的 博士以上的 Post Doctor 更高研究所的 第一個模型 普洛斯納先生擔任了 創辦第一期的院長 九年之後才退休 在這九年之中 他給 這個研究院 示例了一個 很好的基礎 他一面先 借用普林斯頓大協的 種種便利 以便買得 400英母的土地 造起了一個 小小的研究中心 這個研究中心 是一群 第一流的協人 普洛斯納 請來的 第一位大師 就是 埃恩斯坦先生 埃恩斯坦 聽他說起 這個自由研究中心 他很高興 不過 埃恩斯坦說 他如果離開了 德國 每年必須有 三千美金 才過生 普洛斯納對他說 一切好辦 等到埃恩斯坦先生 到了 美國 他這道的 聘事是每年 年後 一萬六千年的聘 聘 這個研究院 成立不到二十年 前面的助金只有兩個部門 一個是 數學研究所 一個是人文研究所 人文研究所 是 不容易在短十期內 有精神的成績的 但數學研究所 在短短十幾年之中 已成為數學協人 公認的 一個數學 理論物理協的 最高研究中心的 哇 中央研究院的 是楊正寧先生 數學研究所常任的教授之一 其他研究所 如李正大 陳寢生 吳大游 林家雅 蘇先生 都曾在那 做過一個 時期的研究的念 這個研究所裡 沒有實驗室 沒有炎子爐 連一個計算機也沒有 當年曾有多計算機 近年來 贈送給別人的研究機構 納爾有的 只是第一流的大師 第一流的研究人才 納爾有的 是自由思考 自由辯論 自由談話空氣 的空氣和機會 這是 胡勒斯納先生 晚年的一個夢想的實現 我們對於這位 肯夢想 而能夠努力使他的夢想 成為事工的偉人 能不表示我們的讚歎 以羨慕嗎 納爾時報 在今年的9月22日的 特寫一篇 紀念弗勒斯納先生的社頓上 此文的 第一段說 幾年前 弗勒斯納 斯納回憶他的一生 曾說 卡萊爾 的藏書 圖記上 畫的一支 燃燒者的蠟燭 下面的提示是 我燃燒 才可以有用 胡勒斯納先生說 這就是他一生的真言 他活了92歲 可以說是完全中道的 設計真言 他總是燃燒者 要以 宜人 有用 對宜人有用 納爾的先通論壇報 記載他的生平 有一段 值得我們 想念的報導 之下 胡勒斯納80歲的時候 捷徑到 哥倫比亞大學 去做兩年的學生 在 那兩年裡 他上了 這個 upjohn的 幾種美術史的功課 又上了 這個 Nemis Nemis教授的美國史 文獻的功課 他自己說 一個退休的人的 好工作 莫子教義 這是將 哈斯坦登人說 我客廠上有的 我認識他先生 這樣的一個學生 長此 使我感覺 像一匹馬 那個鞍上 壓著一個 一顆有刺的 這個 利包 這個是 這篇文章就是 這樣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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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福勒斯納先生的傳記 他的副標題 這個正標題是 Aberhand Fresna In a life in learning 就是中式學習的典範 好那 我想這篇文章 就跟各位念到這裡 底下的話 是我 我對這篇文章的 補充 跟一些 跟一些介紹 跟對這個福勒斯納 進一步的一些介紹 那首先呢 我是講說 在1933年的時候 美國就有一個 這個 汽車界裡面的一個 最有名的 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長 成立的基金會 叫做 Delflaid P. Sloan Foundation Foundation 那這個我們上次 在介紹 這個美國的 這個公益基金會的 漢田獎堂裡面 就有介紹過這個 Sloan 1930年到1939年 是福勒斯納 創立這個 普勒斯頓 更高等研究所 研究院的這個 這個 這個時期 所以就是說 三年代的時候 美國的這個 工益基金 教育方面的 已經是開始這個 蠻誇達的 所以說 福勒斯納先生是1866年到1959年 那他講的時候 那一季 Thomas Carlyer 他原文是 I burn that I may be of use 那 Carlyer先生當然是 這個現在 還是有人在繼續寫他 那胡先生把他翻譯說 我燃燒才可以有用 這個現在的人在研究 因為 Flexner先生 認識了 當時一些研究歷史的 很有名的人 的人物 就是在胡天生的這篇文章裡面有講 Navis Alan Navis 那Alan Navis 在紐約時報的 這個 的那個 副文版 第一頁的時候 就講說 這個美國現在 對這個 這個 這個國家的福利 跟這個 人文協 最有貢獻的 大概就是 Flexner先生 那現在的人認為 因為他們是好朋友 他跟這個 Navis 是好朋友 這個是 有一點私人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想法 那胡先生把他翻譯說 在他的時代 沒有其他的 美國人 為他的國家 和整個人類的福祉 做出更多的貢獻 就是Flexner 阿伯拉 和Flexner先生的這個貢獻 所以 我們這個就是 就是講說 Flexner先生 他是 Icon class 那這個就是打破了這個 很多的偶像 比如說 這個讓一百多首 一百五十幾首的 55首的醫學院變成 五十幾首 這個是美國 那其實這是美國優秀的地方 就是說 當有一個 弊案 被揭發的時候 他們這個醫學界的人 可以這個 可以通 可以 借用這個內部的 這個制度 來不斷的改善 他的這個制度 那Flexner先生的這個 他在1910年的這個 這個評價這個醫學教育的這種兩詞 在一百年以後 現在在期刊裡面也有人在檢討 那Flexner先生的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有一本這個 醫學教育的這個 的雜誌 也有人 幾年前也有人 在介紹Flexner先生 各位說他在 Flexner先生在19 1886年 在19歲的時候 就取得協士協位 江Supskin的協士協位 19歲 就大姐畢業 那他有創辦的學校 叫做 Mr.Flexner School 各位看看 20世紀初的時候 他跟杜威啊 這些都是另外一個 獨立的系統 他們就在發展那個 這種 很獨立的 這個 這個 這個中學啊 這是不教沒有課表的 自由發揮的 可是啊 成績非常好 那些畢業生啊 都到各個名校去 那 各位這個 20世紀初期就有這種 這種 這個 這個 另類 另類的中學啊 他在1895年的時候啊 就跟這個 Annie 這個 結婚了 那這個 這個 他的太太是以前的 他辦了中學的 的 的某一個學生 呵呵呵 那這個後來這個Annie Annie這個 也當了記作家 也小有名氣 這個是 這個Annie跟他的這個女兒 造成這個女兒就到英國去留學 那他的另外一個哥哥叫Simon Fesner 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這個在 1901年到35年 各位你看看34年在 洛克斐勒的這個 醫學研究中心任職 所以 那個 阿伯拉罕 Fesner 都可以借鏡他的 他的 老哥啊 在這個 洛克斐勒的醫學研究中心的 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單位啊 他的經驗 來創辦這個 Prinston大 更高等 研究院的這個 這個東西啊 你看Fesner的 經驗是 1912年到 1925年 是在洛克斐勒基金會啊 做教育的這個 教育的這個 17年當 當秘書 秘書處啊 或者秘書處的主任 那這個是醫學教育喔 他的醫學教育 他的貢獻也蠻大的 譬如說 他在那一本那個 無用之血的 的用處裡面啊 有講到說這個 當時的這個 科打的創辦人啊 就問他說 科打的創辦人就是說 他最崇拜的這個 這個 工程師啊 是意大利的這個 無線電的 某某人 那不然這個 先生就在他的書本裡面就講說 哎呀你搞錯了啦 這個 那個 那個先生啊 是 這個 那個 那個 無線電啊 通信啊 這個是英國的這個 這個 Maxwell的這個 方程式啊 那個法拉第的實驗啊 等等啊 他們的這個東西的 那個 那個 義大利的工程師啊 只是 做一些這個 應用啊 小小應用 沒有他的話也會有人來做這個應用 這是他的一個例子 那1927年的時候啊 這個 啊他就在 薇斯拿先生在 紐約大學發表的一篇文章啊 啊就是說 這個美國重視這個 教育嗎 真正的重視教育嗎 那這個 那這個東西裡面有牽涉到這個 要怎麼樣讓 教授可以安心的退休 安心的做研究 所以剛剛 胡先生有介紹說 那個洛克菲德基金的這個 這個東西 是 是在 做這個教育的補助 那個東西 也用到台灣來 這個 小規模的東西 在台灣來 這個是 那1928年的時候 這個 這個 那個 薇斯拿在 牛津大學 發表的演說啊 叫做 The Burden of Humanism 這個在 這個 Telorean Lecture 這個是 後來有出書 那現在的話他 薇斯拿先生啊 他那一所高等研究院的英文名字 叫做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各位 現在他們的網頁很發達 各位到他網頁裡面啊 都可以看到這個這個是 二十來年前的時候啊 有人就要寫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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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這個 這個歷史 就是從 菲斯拿開始寫 所以第一章 第一章在寫菲斯拿 啊 這個 隨戰績的 埃斯坦的辦公室啊 埃斯坦先生是他第一位 聘任的研究員啊 那在這個到 埃斯坦先生到 到那個 高等研究室的時候啊 美國的總統啊 就是 就是 福蘭克林 這個羅斯虎啊 就希望這個 這個埃斯坦啊 有機會的話 到白宮來做客人啊 這個信被 被 菲斯拿解鎖了以後啊 菲斯拿幫埃斯坦寫一用信 跟那個總統 寄解 這個 埃斯坦要好好的在這邊 研究啊 這個靜心的研究啊 那後來 埃斯坦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後 埃斯坦如果他不太高興 那當然那埃斯坦有到 白宮去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菲斯拿啊 這個東西 那當然 後來他 1939年啊 被迫這個 這個 移開他創立的研究院啊 這個也有一點 這個 這個裡面有 有點複雜 這個 可是這個是 這個舊版本 那更新的 這個 的歷史啊 在他們的網頁 在他們網站的 這PDF檔都有 所以說這個研究院的歷史啊 現在是公眾的這個歷史 那這本書是這個七年出版的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 這個在台灣大學的顧政府竹書館裡面有 這個是他們的東西啊 他說 擁抱根子於科學的文化 那科學的這種準確性啊 對真理的追求啊 對批判的 對問題的批判 對健 對那個懷疑的態度 健康的懷疑的態度啊 對事實的不確定的尊重 以及對於自然豐富性的讚美等等啊 這些東西啊 整個社會都可以應用 就是更高的研究院他們提倡的這個科學的這些東西啊 那這個現任的這個院長的話 他就在講說 我們現代的進步啊 除了西奧與技術專長以外 還要暢通無阻的好奇心 以及不顧當前的實際考 考慮啊 享受好奇心上有好處和樂趣 就是說 人類是 這個好奇心啊 他可以研究一些東西 雖然當時是看似無用的 後來最後可能都是有很大的用處的 他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人類在這附近的國際上 among many other things 非常非常有名的 在這附近的時代 他在《The New York Times》 我們似乎有忘記了他 他非常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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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作品 在這附近的文章 提供提供提供 是 Robert Degraaf 現代理的 在 Princeton 這附近的說明 獨五的 consuming 我本身發展 終於一星期 在這附近1939 Singer 被推翻了 1939 招聖明 地 即是当年到New York时, 他在世界的一期间出现了 世界一期的明星 第三次出现的初速物 他的名字是《Electro》 他可以喝一瓶酒 他有个小rodot的教育 他可以玩和 and here you see him performing Electro, come here And here he comes ladies and gentlemen Walking up to greet you under his own power As thi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rticle describes Seeking eternal truth in a world of chaos But little did Einstein or Flexner who was the first director realized that he was actually creating these kind of terrific developments that would totally change the world This is Jacobus van der Hoff He was a chemist, in fact he was the first one to win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He was Dutch, so at that point The Dutch totally cornered the market of Nobel Prizes in Chemistry And in fact his big insight was that molecules were three-dimensional This is to say if you take a molecule and look at its mirror image It might be a different molecule And it might have different chemical reactions We are not, you know, honoring our scientific heroes in that fashion anymore And I said, you know, this kind of chiral molecules wa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It's, you know, all of life sciences depends on the chirality of these molecules from DNA down But the point was that, you know, he was criticized as a scientist as a young scientist by his seniors That he didn't use too much imagination At that point he was working at the veterinary school And one colleague said, well, you just consider it more comfortable to mount Pegasus You know, the flying horse And just go and fly to the mount Parnassus And just declare how things are Instead of painstakingly deriving the results And von der Hoff was so upset by the criticism That when he was finally made a professor His inaugural lecture was about imagination in science And he approached the subject scientifically So he took a sample of the 200 most famous scientists of the last 200 years And put them in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was scientists without imagination So no interest in the arts, in poetry, in painting, music The second was those with imagination And there was a third category, what he called Scientists with perverse imagination That is, they wanted to go to alchemy They wanted to do metaphysical stuff, etc. And in fact, in that category It contains Descartes, Leibniz, Newton, Ampere, Wallace So actually, the real famous scientists are in that bucket And, you know, Newton famously became an alchemist And you can perhaps understand why You know, because he, as somebody said Newton must have been the happiest person Who ever liv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planet Because only one person can be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there is a system in the world issa's first name Tsjima 政 yi me Tsj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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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la and Frexnar先生 I remember The home man 這張圖 Flexnar先生 80歲的時候 到哥倫比亞 來去聽課的照片 他90歲的時候 菲斯奈娜先生有得到的一些獎 菲斯奈娜的這一本 研究這個 研究這個美國英國跟德國的教義 1930年出版的書 這個在2006年的 台灣大學圖書館電池管系裡面 都還提到 他在美國的學校圖書館電池管系裡面 美國的學校圖書館電池管系裡面 他預定了他有很絕對的未來 他完全是錯的 因為美國的學校圖書館 在40年、50年、60年 現在他們都在各地 所以他也在錯過那些 他也在錯過那些大學的社會 不是很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地方 在各地的學校圖書館電池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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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用之士的用處 這個英文的原本 這個五十大頁 可以免費地在他們網站裡面可以讀得到 他的傳記在這個 二十四季出席的時候 中國到上海的科技出版社才把它再翻譯 我在講說 1959年的胡適 其實所面臨的國內外的集市 譬如說 7月3號到10月3號 10月13號 他在美國的中西部 那蔣介石的這個欠盡的淘汰 那時候很多台灣很多的人欠盡蔣介石 蔣公要那個 那胡先生當時就已經有生病了 他 胡先生的很大的貢獻之一 就是當時他們跟棉以奇先生等等 跟教育部成立了一個 台灣成立叫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 那胡適是 他說他有 他是任會議的主席 一開會就三個鐘頭 那他去做了台大醫院做了這個心臟的檢查 那他的這個 他在這個11月20號的時候 各位 這篇這本 這篇文章發表的 11月20號的時候 1959年 是由中國半夜刊的10週年紀念 胡先生給演講40分鐘 他是名義的這個發行人 那胡先生是 他的名言就是 做協問要在不遺處有人 帶人 就像帶這個 要在有遺處的不遺